大家好 今天是2月18日星期四的收市時 恆生指數最終跌了近500點 農曆新年後 港股年日幾乎升了1000點 大家如火如荼 如痴如醉 憧憬北水回來會接大家的火 但我持續看到一件事都連續強調了好幾天 在上星期四也是這樣說的 RSI背持 淨資金流背持 成交背持 這樣升上去很多股份 包括恆生指數都是虛升 關鍵完全是在於北水回來會做些什麼 今天北水有淨流入 不過市大跌 放量成交絕對不是好笑頭 30700點這些位置是首個支持的跌口位置 開門紅的高位 結果都是失 向下要守一守 可能要落到30100點 或者你當成30000點的位置 近日很多我認為是九樓的科技股份 尾圖 赤子城 行騰 根本你在短期之內累積這麼大的升幅 你是不可能醉 甚至不可能完全沒有戒備心態 今天全部都跌有一至三成左右 甚至乎所謂一些契媽概念股 現在中安在線 這些全部今天跌超過一成 如果你避開這些股份 其實今天可以避過很痛的跌浪 我相信這些股份還未沽完 所以大家繼續去理性 等待市況回調到低位 再看看有沒有背池上得到改善 再講入市